好 下一題 下一題有一個穩定的波形長這個樣子 請問你0.1從A變成B 請問下列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要用我之前已經跟你們講過很多遍 強調很多遍 我要你記住的事情 叫做震動一次 產生一個前波 歷時一個週期 前進一個波長 上下四個證 可以 他說從A到B是0.1秒 圖上面可以顯示30公分是幾個波 一個半 所以30公分是一個半的波 因此算一算之後 就知道波長叫做 20公分 所以選項B是錯的 同時 我們從 A圖變成B圖 表示什麼意思 產生了兩個波 0.1秒產生兩個波 也就是說 1秒可以產生幾個波 20個波 告訴我什麼 週期政府頻率波長 還是波數 1秒20會告訴我什麼 告訴我頻率 所以 這表示頻率就是20克 答案就選豬 老師也說過知道頻率等於知道什麼 週期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呢 波長是20 頻率是20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我們可以算什麼 有頻率 有波長 我們可以算什麼 波數 波數是頻率乘以波長 波數是頻率乘以波長 所以帶進去就知道波數叫做 四百 所以選項A也是破的 啊 我們講過頻率跟週期互為倒數 所以剛才有頻率 各位知道週期了 但是我們現在呢 故意 讓你換個想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剛才跟你說過的強調的重點 震動一次 產生一個全波 歷時一個週期 前進一個波長 所以 一個週期會產生一個全波 會前進一個波長 那麼 這個圖上面是0.1秒 產生兩個全波 都前進了兩個波長 所以呢 一個全波呢 一個全波要多久 一個全波 就要0.05 0.05 所以就表示週期是0.05 是不是0.05 好 所以我們答案就顯示 所以呢 就是用到我剛才跟你交過的觀念 記得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請問有人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那換這一題 這一次 錯的 這邊有多告訴你一個P到R是0.05秒 好 來 回到另一個想法 震動一次 產生一個全波前進一個波長 歷史一個週期 上下 是個政府 請問你P到R是幾個波長嗎 那就知道會有幾個週期啊 然後你就 就發發發發就出來 圖上面 可以看這個 什麼照相機啊 橫座標是公分 重座標是公分 你可以看到誰啊 上次講過 你看到什麼 你可以看到政府嗎 可以看到頻率嗎 可以看到波數嗎 可以看到波長嗎 這樣可以看到什麼 然後 動物就會做出來 OK 好 問你答案是哪一個 我們 找人 問一問 我們 找人 問一問 No.5 PT5號 你選A 你坐下 有人選豬 有人選A 有人選A 很好 答案是豬 圖上面可以看出來 正幅多少 2公分 波長多少 20公分 這是我們前面就做過的題目對不對 照相機可以看到正幅跟波長 所以呢選項A是對的 然後P到R有4分之1個波長 P到Q呢 有4分之6個波長 那我們說 表示過去實際上6倍 6倍要乘以6 答案就是0.15 你如果 你未來 算出波數之後 你要用波數去算 也是可以的 這邊就直接用比就可以弄出來了 然後呢 我們知道 一個週期會產生一個全波 會前進一個波長 所以P到R有4分之1個波長 就表示要經過4分之1個週期 4分之1個週期是0.025秒 一個週期乘4倍叫做0.1秒 所以週期是0.1秒 然後呢 頻率跟週期互為導數就反過來 所以頻率就10赫 所以B也是對的 那麼波數就是F乘以lambda 往裡面乘 剛才頻率乘以波長 答案應該是每秒200公分 他的豬是錯的 所以呢 我們答案選豬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好 小賽哥美女 我前面所舉過的例題跟練習 基本上就是常常考的題型 請你回去仔細看仔細研究 怎麼做出來的 請第一件事情先搞懂 每個專有名字的意義 什麼叫週期 什麼叫頻率 什麼叫做政府 什麼叫做波長 第二件事情 就是幾個簡單的重點備好 週期跟頻率互為導數 波數指跟介指的種類幾狀態 有關 還有 記得波數的公式 好 波長除以週期 頻率可以波長 F可以按檔 T分之按檔 背好 然後就往裡面弄 記得老師告訴你 你講很多對那裡備好的事情 震動一次 反昇一個全波 歷史一個週期 前進一個波長 上下四個政府 有很多題目都要用到這個觀念 我記好 是這樣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好 好